大家好,我是Stan 昨天在韩国论坛 男团Strakeage成员汉 在中学时期上传的RIP影片中的歌词 引起了饭圈里的争议 而汉也亲自上传了手写道歉文为此事道歉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首先,汉在13岁的时候写的歌词中 包含了很多18等的脏话 但是最引起争议的歌词是 你是黑鬼外国劳动者 MOTHERF*** 你穿的那个是耐克 那是尼哥 我们来看一下汉上传的道歉文 在不懂事的2013年13岁的时候 没有充分思考后就写下了错误歌词 而让很多人受到困扰的部分 真心的道歉 因为想要以音乐表达自己 与很多人沟通而选择了歌手这个职业 在看到我过去写下的这种歌词 真的是非常惭愧 知道这是不能用年纪小这个理由 就可以被原谅的行为 所以会更加反省悔改的 在此下因为我过去的行为 而心灵受到创伤的很多人 真心的道歉 对于汉的歌词以及道歉文 韩国论坛上的反应是一半一半 真的,怎么能想到写这样的歌词呢? 海外粉丝们应该会受到打击吧 这歌词内容真的 是以为这样会看起来很帅吗? 虽然说是年纪小 但是很过分 平时都是在想什么呢? 抱歉了 所以在黑他也觉得不太好 但是岂非要用年纪小来护航 年纪小说那些话就是不正常了 但是也有很多这样的留言 当然歌词是有问题 也道歉了 所以就这样结束了 但是他当时也没有出道 真不知道为什么要用 13、14岁的时候写的歌词 这么被骂 90年代出生的我 小学生的时候 看过了很多用词 比那个还要脏的男孩子们 而且还是中二学生 所以并不惊艳 13岁的话 我现在看我小学中学时候写的部落歌 也会被吓到 真的是说了很多想象不到的内容 未成年的时候 不就是会产生很多黑历史的时期吗? 知道自己错了 以后不犯就可以了 应该就是参考了 其他hiphop歌手的歌词写的 真的有非常多这样的内容 当时很多人都以为 抵死说脏话 鄙视对方就是hiphop 觉得那些内容很帅就跟着学 对 以K-pop古早为粉丝 热爱hiphop的人 稍微帮汉说一点话的话 当时那个年代的韩国hiphop圈 真的可以用diss战一个词来形容 从Swings开始后 Essence也diss了K-ko 而当时在韩国hiphop前 最上层位置的K-ko 其实根本就不需要理Essence的diss 但是K-ko突然在Twitter上发文说 正在下载controlbeat的时候 韩国hiphop论坛上的网友们 真的是跟庆典一样的兴奋的不得了 当然在圈外人的眼里 应该会觉得 虽然很丢脸 当时真的是这样 因为在中学男孩子的圈子里 用强烈的punchline 说出这种强烈语感的英文单词 再加上很多脏话 就会觉得自己很帅很国际化 大家不要误会 现在绝对不是在说 小时候就可以骂人 只是在引起争议后 他第一时间就上传了手写道歉文 知道自己小时候做错了什么 说会反省 如果还一直用中学时候写的歌词 来说他人品怎么样的话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一个消息是 前一阵子委托律师 要求公司解约的CSC成员Ecky 今天正式退出了CSC 今天Cube娱乐发出声明表示 两方达成圆满的协议后决定 与所属艺人Ecky解除了合约 并决定退出CSC组合 谢谢一直以来支持Ecky的粉丝们 希望能应援Ecky新的开始 虽然已经有心理准备了 但是心情还是有点 不管以后Ecky在哪里发展 都希望能走花路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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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by bwd6 by bwd6